赞美我们的神 赞美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中 我们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要一起来向我们的神歌唱 因为祂配着我们来轻松 来向耶和华王五歌唱 有能力与花美在祂的身上 耶和华草五万神之上 地名有尊荣何谓也在祂面前 来向耶和华歌唱 向真旧开始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 大手期待你才美 来向耶和华歌唱 全地要向他歌颂 在列邦中诉说 他奇妙的座位 天下像耶和华 万五歌唱 有能力与花美在祂的身上 耶和华草五万神之上 地名有尊荣何谓也在祂面前 来向耶和华歌唱 向真旧开始欢呼 迎耶和华为大 当手期待你才美 来向耶和华歌唱 全地要向他歌颂 在列邦中诉说 看奇妙的座位 来向耶和华歌唱 向真旧开始欢呼 迎耶和华为大 当手期待你才美 来向耶和华歌唱 全地要向他歌颂 在列邦中诉说 他奇妙的座位 当沉险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缘 当感谢耶和华成熟 他的生命 你永远和我们回山 他的慈爱传到永远 他的心事又不敢敢 直到完蛋 当沉险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缘 当感谢耶和华成熟 他的生命 因为耶和华歌唱 他的慈爱传到永远 他的心事又不敢敢 直到完蛋 来向耶和华歌唱 向真旧盼世欢呼 以耶和华为大 当手期待你赞美 来向耶和华歌唱 全地要向他歌颂 在列邦中诉说 他奇妙的座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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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奇妙的座位 因为他真的是美好的神 他常常为你下动心的自由 所以我们要来 尝尝他的我们的恩典 在列邦中诉说 他奇妙的座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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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邦中诉说 在列邦中诉说 他奇妙的座位 在列邦中诉说 他奇妙的座位 在列邦中诉说 我神 我高居在美你 有些多数 我神 我展现你 你知道拥有主 我神 我专宠你生命 在列邦中诉说 我神 我想象 主人的滋味 正好 我想象 主人的滋味 你对我正好 你是我爱 你很归調 以你的喜乐 代替我痛 你是我心情 来在每一个场 我永远不知情 我主 我神 我展现你 你知道拥有主 我神 我高居在美你 有些多主 我神 我展现你 你知道拥有主 我神 我展现你 你知道拥有主 我拥有主 我神 我展现你 你知道拥有主 我神 我高居在美你 有些多主 我神 我呈現祢明 知道擁有助 我神 我尊崇祢生命 答案 為祢而活 我高曲 雙手清白 我跳舞 在祢桌前 我要呼喊 我神 我呈現祢明 知道擁有助 我神 我高曲 雙手清白 我神 我呈現祢明 知道擁有助 我神 我尊崇祢生命 我神 我呈現祢明 知道擁有助 我神 我高曲 雙手清白 我哭笑了 之前擁有助 我神 lim志 從早昇祢 大地都沉浸沉沉沉沉 沉浸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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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带领我 带领我的安心 带领我 带领我 眼光专注你 我的心 安心 随我眼白未看见 我心却不怀疑 即使大山在我面前 你能透进 透进海里 带领我 带领我 眼光专注你 带领我 带领我的安心 带领我 带领我 眼光专注你 我的心 安心 我领交脱千地相信 风力明 风浪平静 我领交脱千地相信 风力明 风浪平静 我领交脱千地相信 风力明 风浪平静 风力明 风浪平静 我的心 我领交 我的心Ep lado look up 我的心 我领交 我的心 那并 我的心입etus 我的心 我的心 的安心 我的心 我的心 的安心 我的心 我的心 的安心 的安心 我的心 我的心 的安心 我的心 的安心 我已驾脱 堅定相信 风明明 风浪平静 我已驾脱 堅定相信 风明明 风浪平静 风明明 风浪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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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祢说祢是在风暴当中指吸一切的神 祝我们知道祢是做这为往的事 祝我们知道在今天此刻 祝啊每一个人他们心中都有一些风暴 可是祝啊祢说今天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都要得安息 因为祢与我们同在 祢说祢的葬祢的肝都安慰我们 祝我们知道主今天祢浓烈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当中 祝啊没有什么可以比祢的爱 没有什么可以超越祢的爱 祝我恳求祢今天就降下祢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祢说祢要浇灌每一个人的心 祢要让每一个人都被祢满足 都被祢紧紧的拥抱在怀里 祢说这是我们的呼求 祢求祢的爱与我们一起 你说 好的好的就在乎会会安心 你说 到底在乎平静安稳 你说 好的就在乎会会安心 你说 好的解乎平静安稳 你说 好的就在乎会会安心 你说 好的解乎平静安稳 你说 得久再不回回安息 你说 得你在不平静安稳 你说 得久再不回回安息 你说 得你在不平静安稳 你说 说我们的心要在里面得安息 我的心 的安息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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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息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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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临交脱 坚定相信 风明明 风放平静 我临交脱 坚定相信 风黎明 风浪平静 茉莉交托 坚定相信 风黎明 风浪平静 风黎明 风浪平静 风黎明 风浪平静 主啊 为着我们的安息向祢献上感谢 为什么我们在祢的里面可以得享安息呢 因为祢是无条件地爱我们 祢接受我们的本相 虽然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完全的 但是祢首先就是接纳了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救恩 还有转化 因为祢爱我们 所以主啊 我们今天领受 我们是被爱的 我们是被接纳的 我们在祢的里面可以得到安息 不论我们现在在旅程当中的哪一段 我们都会抓起祢的手 说主啊 持续地带领我们 今天可能也许是你第一次祷告 你说主啊 神 如果你真的在这里 我想要抓起你的手 可能你在教会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你需要重新修建你的属灵生活 今天神赐给你安息 说来牵起我的手 如果我们寻求神 我们就会找到祂 主啊 感谢祢 谢谢祢爱我们 祢与我们同行 让我们再唱一次副歌 Amen 我们再唱一次副歌 我们再唱一次副歌 那些副歌 na time uniform 人籍 我们再唱一次副歌 那些歌 想想要 所谓的佛歌 这些歌 对 existem 何éner Sam 我们再唱一次副歌 我们要再唱一次副歌 我们再唱一次副歌 你看 Charl scri 静rospect 风黎明 风浪平静 风黎明 风浪平静 风黎明 风浪平静 Amen. You may be seated. 请坐. Amen. It's me and the whiteboard is up. It's me,就是我. 就是我. 还有这个白板. So you know what's coming.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我们现在也是还是在继续在我们的读经计划当中。 我们几乎要把所有的旧约都讲完了。 可能再三或四次。 今天有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主题。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或是你是新来的。 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 我们是从创世纪开始。 创世纪是关乎于神怎么样创造了这个世界。 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成为他的百姓。 在出埃及记,他使用了摩西把他的百姓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 埃及就是一个被捆绑没有办法释放得到自由的一个图像。 你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吗? 就是有事情在捆绑着你。 让你没有办法完全自由。 没有得到喜乐。 可能还有一点点忧郁。 还有一些忧虑。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牧师就常常是这样的。 但是只有在台上的时候不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我回到家, 我可以忧虑很多的事情。 家人, 还有财务, 还有我的未来, 还有健康, 我住在哪里, 诸如此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离开埃及, 就是离开这样子一个奴役的状况, 要进到应许之地。 摩西带领他们出来, 经过了四十年在旷野当中,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其实并不需要四十年。 如果我们信靠神, 可以很快的。 所以约书亚, 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那在这一路上呢, 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他们是可以带着的, 是要来代表神的同在的。 叫做摩西的帐幕。 实际上呢, 它就是一个, 很像一个帐篷。 那这个帐篷里面呢, 就被分成两个部分。 在里面呢, 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至圣所, 那里面有一个神的约会。 他们是用人抬着, 代表着神的同在。 那在这个房间外面呢, 有灯台。 有陈设饼。 还有一个香炉。 在外面呢, 有一个洗笛盆。 还有一个祭坛是要献祭用的。 那这个全部的东西有一个入口。 所以就从那里进入, 就是你可以献上那个赎罪祭。 你洗手。 你进到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陈设饼。 还有你可以看到这个光。 还有可以看到这个香炉。 当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 他可以跟神说话。 因为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神的约会。 就是神的同在。 这个不单单只是为了旧约而已。 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给我们的。 因为这个门现在就是耶稣。 当你认识耶稣, 你就开始了这个旅程。 你开始了这个旅程。 开始了这个向着神的旅程。 那这个献祭呢?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祂是神的羔羊。 祂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 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 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 祂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就可以再往前进一步。 接着我们就洗我们的手。 当我们在洗我们的手的时候, 就是在塑造我们的性格。 在这个洗涤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脸。 我们可以有勇气地看自己。 为什么我生气? 为什么我会觉得失望? 为什么我没有意象呢? 等等其他的。 我要来面对自己。 我说主啊,来改变我。 主这时候就会说,我喜欢这样子。 我会这样子来做。 来跟我一起同心。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帐幕当中。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陈设桌上面有陈设饼。 当你吃这个饼的时候,它可以给你的身体带来力量。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吃神的话语。 意思就是说你读话语。 你可以透过这个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信息。 如果你不读圣经。 然后你也没有咀嚼。 还有把它吞下去。 在这个里面消化。 你身为基督徒可能会是很软弱的。 就很像你从来都不吃东西。 如果你五天不吃东西。 你会感受得到。 如果你二十天不吃东西。 你会非常的软弱。 如果你一两年不吃东西。 你就会死掉。 你知道吗? 读神的话语是如何的重要。 不是弹钢琴。 不是弹钢琴。 也不是成为招待。 也不是来到教会说我可以做什么呢?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首先, 我们需要相信耶稣。 面对我们的性格。 读神的话语。 接着要走到灯台那里。 哦,我可以看到了。 刚才本来是一片黑暗, 但是现在我可以看见了。 这就是这个光的作用。 这个灯台代表的就是圣灵。 我要怎么样领受圣灵呢? 很简单的。 你需要被圣灵带领。 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放下你自己的控制。 基本上你就要说像耶稣说的这样。 不是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旨意。 如果你可以这样子说, 圣灵就可以带领你。 接着你就可以看到事物。 哦,本来我讨厌这个人, 我不要跟这个人讲话。 我恨这个人, 我想跟这个人讲话。 但是现在你的眼光会不一样的, 你会说,哇,神也爱这个人。 实际上,神要你帮助这个人。 我可能也是别人不喜欢的那一个人。 那我的眼光就被打开了。 我的关系就得到转化。 我就成为不一样的人。 我可以看见了, 因为这个光。 接着我就往前。 去哪里呢? 就是来到这个香炉这里。 当你烧这个香的时候, 它会到天上去。 这个代表了我们对神的敬拜。 我们的祷告。 所以当我跟神真的有连结的时候, 在敬拜的时候, 或者在其他的时间, 我就可以在信心里面看向神。 看见祂在这里。 听到祂的声音。 我们可能要等候一阵子, 才会听到祂的声音。 一直等到祂预备好, 我们也预备好。 我们就跟神连结。 跟神连结。 我们就预备好要进入了。 我们就跟神同行。 为什么我今天要说明这个呢? 因为这个帐幕, 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 他们不需要在搬动的时候, 搬迁的时候。 大魏王, 他有一个可慕就是为神盖一个圣殿。 在耶路撒冷。 因为他说我们已经到达了。 这是神要我们在的地方。 你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 我已经到达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当我们还没有到达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安息。 什么是正确的? 我要去哪里呢? 我要怎么做? 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就是挣扎, 但是如果我们到达了, 我们就有安息。 你们可能会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到达呢? 我们不是要到天上去的时候, 才是真的到达吗? 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我们抵达, 就是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 走在神的旁边的时候, 有一个矛盾。 这是我在台湾学到的第一个词, 矛盾。 就是自相矛盾。 我们到了, 但是我们又还在走。 你们可能会说, 我们还在走啊, 怎么会到达了呢? 是这样子说的, 当我们跟神一起走的时候, 跟神对齐, 跟神在一起有一个旅程。 这样子就是到达了。 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 事情可能还是会发生。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唱的, 我的心可以得安息。 我的婚姻可能会有困难。 或者是我的孩子很难照顾。 或者是我的妈妈, 或者是我的阿嬷。 但是我是跟神同行的。 我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处理。 我站立地稳。 就是在这个风浪当中, 我抵达了。 大卫就想说, 我抵达了。 我们在应许之地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来为神盖一个圣殿。 他的儿子所罗门, 他就盖了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里面的结构, 就有点像帐幕一样。 所以就是有至圣所。 就是有金灯塔, 还有城射比, 都是一样的。 在所罗门王之后呢, 我们有学到了。 那这个王国就分裂成两个国。 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 所以就有了北国跟南国。 那这个北国就是败在亚述帝国之下。 后来南国就被巴比伦人掳去了。 巴比伦人就毁坏了所罗门所盖的那个圣殿。 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图像吗? 这个圣殿代表的是神的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突然之间这个就被毁坏了。 就很像说我跟神同行。 但是在五年,在十年之后, 或者是可能我就是比较依赖了教会的活动。 有一天你可能会想说, 我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 现在感觉有点无聊。 我再也不读圣经了。 我再也不赞美神了。 突然之间这个圣殿就被毁坏了。 这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也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如果我退休了, 礼拜天早上, 我可以在床上躺久一点。 每一天当我起床的时候, 要读圣经吗? 明天再读吧。 这个圣殿是很容易就会被拆毁的。 就像这个巴比伦人就拆毁了这个圣殿。 他们把这个以色列人呢, 就掳到巴比伦七十年。 如果两个礼拜前你有在这里, 有哪一个先知就是在巴比伦这七十年, 这个先知都在的? 是谁? 是谁? Daniel, right? Daniel, right? 他说预言。 他给他们盼望。 就很像在跟他们说,有一天你会回去, 就会重建圣殿。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从巴比伦归回, 重建圣殿。 但是为了要给大家一些背景, 在我要做那个之前, 我先介绍几个重要的人物, 通常我们会叫他们VIP, 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巴比伦, 巴比伦, 之后被波斯帝国取代。 这里有耶路撒冷。 人们从这里归回, 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分成三次归回。 最后这一次你们会从圣经里面有一卷书看到。 等一下会讲到就是尼西米。 尼西米重建什么? The wall of Jerusalem, okay? 耶路撒冷的城墙。 尼西米重建城墙。 Sorry, I'm so fast, right? Good, slow down a little bit. Then we have Ezra. 我们有以斯拉。 Ezra was a teacher. 以斯拉是一个教师。 He also came back from Babylon. 他也从巴比伦回来。 But first one come back, 首先有一个人回来的, is a name very hard to pronounce. 他名字很难念。 Seru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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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ee Babel from Babylon, you know? Serubal, the name actually means born in Babylon. 他的名字索罗巴伯呢, 后面这个巴伯的意思就是巴比伦, 意思就是他是在巴比伦出生的。 So he will come back to Jerusalem first. 他是第一批归回的人。 And he could have been a king. 他可能可以当王。 Because he's a descendant of David. 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 But there were no kings at that time anymore. 但是在那个时候再也没有王了。 So he was a governor. 所以他是省长。 But he also need a priest. 但是他也需要一个祭司。 So there's one priest called Joshua. 他有一个祭司叫做约书亚。 And Joshua has actually two names. Can you explain that in Chinese? 耶稣亚他在以斯拉记叫做耶稣亚。 在哈盖书他叫约书亚。 可是其实是同一个人。 So Joshua as a priest, and then there were also prophets prophesying during this time. 这个是祭司约书亚。 但是在那个时候也有先知。 And one prophet was Haggai. 有一个先知叫做 Haggai. One prophet was Zechariah. 有一个叫做撒加利亚. Later one prophet was Malachi. 后来有一个叫做马拉基. So all of these guys, we will talk about the next few weeks.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 我们会讲到这一些人。 One person stayed there. 有一个人留在这里。 A lady. 是一个女生。 She became a queen in the Persian Empire. 她在波斯帝国成为皇后。 Her name is Esther. 她的名字是以斯帖。 And we'll also talk about her. 我们也会讲到她。 So I hope I give you a little bit background. 所以希望给大家一个背景。 And now let's watch at the king. So we have a PPT.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PPT上面这些王。 And I told you that the Babylonians were the first to bring the people from Jerusalem into captivity, right? 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巴比伦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到巴比伦就是把他们掳去巴比伦。 And then that was Nebuchadnezzar. That was Nebuchadnezzar. And later come a king. Like there were some kings in between, But the last one in Babylon was Belshazzar. 那有一些王在这个中间。 但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叫做伯沙撒。 And then the Medes and the Perses took over. And then the Medes and the Perses took over. 再来呢就被波斯帝国给占领了。 And Cyrus was the Persian king who allowed the people to return to Jerusalem. And Sairus was the Persian king who allowed the people to return to Jerusalem. Sairus呢就是这个波斯帝国的王。 他允许以色列人回去。 And then you have later in Yellow Xerxes and Artax Xerxes, the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后来呢就是那个黄色标记的雅哈水鲁也是之后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Like Esther married one of them. 就是以斯帖就是嫁给这个王。 Yeah. So now, you know, this year we said we read the Bible, 我们说今年我们要读圣经, 但是不单单只是读, 也不单单只是研究, 我们想要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想要神给我们启示。 And so today we want to lead into this. Out of all this information,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进入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在所有的资讯当中, 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在第一批跟索罗巴伯一起归回的。 I have another PPT here. 另外有一张PPT. You can see the three returns. It's a little bit small. 你可以看到三次的归回有一点小。 But you see the blue on the top is the Assyrian Empire. 在那个最上面那一排左边就是亚述帝国。 Then you see the Babylonian Empire. 接着是巴比伦帝国。 And then you see the Persian Empire. 接着看到的就是波斯帝国。 And during the Persian Empire, underneath the first blue part is the return with the Zerubbabel. 那在波斯帝国下面有蓝色的, 左边的那个蓝色的第一个蓝色, 那就是第一次索罗巴伯归回。 And then you go on the right side, the blue one is the return with Ezra. 在右边那个就是第二次归回, 是跟着以色拉归回。 And then you go down a little bit, and you see the return with Nehemiah. 在下面一点点就是第三次跟尼西米的归回。 重点就是圣殿被重建了。 And later the wall in Jerusalem was restored. 之后呢,耶路撒冷的城墙被重建了。 And I don't get too much into it, But you know my teaching about the circle and the dot. 我今天不要讲太多, 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教导就是, 就是一个圆圈中间有一个点。 God restores the temple. 神重建圣殿. It means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意思就是我跟神的关系. God restores the wall. 神也重建这个城墙. means who am I. 意思就是我是谁. My identity. 我的身份. This is me, this is not me. 这个是我,那这个就不是我。 Right? Okay. So, Media Persia defeats the Babylonian Empire, And King Cyrus allow God's people to return to Jerusalem. Point two. 第二点, 马太波斯击败巴比伦王国, 塞鲁士王允许神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 Let's go to Ezra chapter 1, verse 1 to 4. 让我们来读以色拉记第一章1到4节。 一起读。 请,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弥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雨。 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 愿神与这人同在。 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 大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 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这是很美好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真的搞砸了, 他们去到了一个外国的地方, 但是神仍然爱他们, 神还是想要重建他们, 所以不用担心你的过去。 现在神对你说, 我想要重建你的生命。 我想要带你回来, 重建这个圣殿。 你可能会说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会供应。 所以神就供应。 百姓定居后为了重建圣殿献礼物。 比如说在第二章六十八节这里就说, 一起读, 请。 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 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要重新建造。 接着第七十节, 请。 于是祭司, 立位人, 民中的一些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尼提宁, 并以色列众人, 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让我们先回到圣殿的建造。 因为当你要重建圣殿, 你记得这有一个结构, 就像房子一样。 就是有柱子, 还有台阶, 还有一个院子, 有一个祭坛, 有一个洗笛盆, 门。 让我们说, 我们现在要重建这个圣殿, 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我觉得我会有两种方式可以做。 首先可能就是从外面这个外墙开始, 或者是我从这个根基开始。 所以当你在台湾要盖摩天大楼的时候, 就是你会开始挖掘, 就是地基要很稳固。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 他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开始, 他们怎么开始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 让我们来读以色拉记三章一到三节。 请。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撒达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并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返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竹坛, 因惧怕邻国的门, 又在旗上向耶和华早晚献返祭。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从祭坛开始? 为什么要从祭坛开始? 他们应该要先盖地基啊, 或者是要来保护这个土地, 但是他们却从祭坛开始, 接着呢他们就得到反对的, 有遇到反对的势力。 但是他们还是持续地盖这个坛。 他们呢还没有继续盖其他地方之后, 他们就开始用这个祭坛了。 你们记得吗? 我刚才介绍这个帐幕的时候, 我说当你进到这个门的时候,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 是为了自己的罪献祭。 意思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说, 我是个罪人。 我不完美。 在很多方面我拒绝了神。 或者是我没有跟随你。 或者是我没有信靠你。 我用我的方式来做。 那在这里你就说, 主啊,很抱歉。 我现在想要悔改。 我想要信靠你。 因为你是真神。 是爱人的神。 所以我可以信靠你。 所以很抱歉。 请赦免我。 我的心就得到洁净。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从这个祭坛开始。 透过信心, 他们领受饶恕。 现在他们就圣洁了。 他们得到洁净。 他们就可以持续地来建造。 当中很多人, 却错过了这个步骤。 我就马上想要盖圣殿。 我想要带敬拜。 我想要弹吉他。 我想要重新装潢这个教会。 牧师给我一些事情做。 常常我会说, 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那我要做什么呢? 就算对我来说, 要做事情是很容易的。 但是这很难。 要真正地说, 我需要回改。 我需要全心全意的爱你。 我需要全心全意的爱你。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从祭坛开始。 那你们可能会说, 这个是旧约。 你要我现在盖一个祭坛吗? 我告诉你们, 现在这个祭坛是耶稣。 是神的羔羊。 所以让我们从新约来读。 约翰一书四章十节。 约翰一书四章十节。 请。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他就是那个挽回祭。 现在当我们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不单单只是说我是基督徒。 相信耶稣就是真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耶稣。 要说我不再控制我的生命。 而是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相信你。 我将我的生命献上给你。 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从建造这个祭坛开始。 但是对你的生命来说是什么样呢? 就是要很细的来说。 我不太确定。 可能你要放弃那些神不喜悦的事。 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 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怎么样来建造这个祭坛呢?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分享的问题。 我要你跟三个人一起。 三个人一起。 三个人一起。 分享这个问题。 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对你来说这个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题目在这个周报上面对你来说先修复祭坛意味着什么? 小组长 要彼此帮忙。 要彼此帮忙。 好,让我们慢慢回来。 这个题目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神要给我的启示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读圣经。 不单单只是要读到里面的资讯。 而是要允许神来对我们说话。 就是想到我自己的祭坛是怎么样的情况。 是没问题的吗? 或者是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或者是我的心。 我的罪。 我有被饶恕了吗? 如果是, 我的旅程就会不一样。 很有趣的事情是, 在这个之后, 他们就庆祝了一个节期。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色拉记三章四节。 请,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首祝坟节, 暗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凡祭。 下个月我们也会来庆贺这个祝坟节。 你们知道这个节期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神遮盖我们。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当他们盖了这个祭坛, 这就是他们的根基。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根基。 那现在神跟我们在一起了。 不论我们做什么, 不论我们去哪里, 当我们保守这个神的同在, 就会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现在就开始要立这个圣殿的根基了。 现在我们要来读这个以色拉记是三章十节, 在周报上面写错了, 写成四, 其实应该是三章十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 建筑工人, 垫立耶和华, 垫根基的时候, 祭司都穿上礼服, 拿着号筒, 亚萨子孙的立位人都拿着想拔, 站在自己的位置, 按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仪式, 赞美耶和华。 所以你们看到他们在立根基的时候, 不单单只是把那个石头给缠起来, 还有乐器, 他们有喜乐, 还有带着盼望, 因为他们现在有不一样的意向, 神与我们同在, 是的, 是有一些拦阻。 当你想要跟神同行的时候, 要确保这里是会有障碍的, 是会有试探的, 是会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就要站立地稳, 就像在以色拉记里面四章十二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 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 逐立根基建造城墙。 其实实在是有人要来拦阻他们。 来看一些东西。 还有就是要回到那个以色拉记的三章十二节。 我先从我的圣经来读。 它说这里, 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组长, 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所以有很多人都记得这个所罗门时期见到了这个很漂亮的圣殿。 是很漂亮的圣殿。 没办法,我没办法画画。 但是就是很漂亮的圣殿。 那所罗巴伯盖的这个新的圣殿呢, 就很简单。 所以这些老年人他们就哭了。 他们是因为伤心而哭。 但是年轻人呢, 他们就很大声的欢呼。 所以他们需要处理这些失望。 可能在当中你们有一些人会觉得失望。 当你有一个梦想。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士。 当我来台南的时候, 其实这应该只是我的第一个庭靠站而已。 因为30年前台南不像现在这样。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漂亮。 那空气也污染。 很多老旧的摩托车。 没有Starbucks, 还没有很多7-11, 在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 还有豆浆。 就是在休息站上就卖这些东西而已。 所以当我来这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要,我不要留在这里。 那是我想要的。 我要去台北。 或者是我要成为去中国的宣教士。 要去到世界各地。 但是神让我就卡在这里。 但是祂说, 要等候。 这是很漂亮的。 你只是还没有看到而已。 你还没有把蜡烛给点燃。 你们看30年之后, 台南是很漂亮的地方。 对于很多事物来说, 它是中心。 所以有一个先知, 哈盖。 他在这个时候说预言。 在第二章八到九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 万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圣殿。 这个荣耀要大过先前那个圣殿的荣耀。 我之前有提到过, 这个是所罗门一个人盖的。 你可以说他是用钱买来的。 这是所有的人把它建造起来的。 神爱这个。 但是这个圣殿有一天也是被毁坏了。 在将来有一天还会有另外一个圣殿。 那个荣耀要更大。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就是我们身体是神的殿。 可能有一天在耶路撒冷又重建一个圣殿。 或者是可以指向天堂。 这个先知呢总是赐给我们盼望。 所以我们要穿过这个失望。 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反对声音。 我们现在要来看以色拉记四章四到七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 大地的名。 大地的名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 扰乱他们。 从波斯王赛鲁士年间, 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 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 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亚大学习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 上本奏告波斯王亚大学习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 接着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 所以他们才刚开始要建造。 接着马上就遇到停工。 这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发生。 你可能想说,神是良善的。 要成为基督徒是好的。 神的言语是好的。 然后你再回到你的朋友群当中。 他们就会说,你去教会啊。 这是很老派耶。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没有神啊,你知道的。 你很容易就会遇到反对的声音。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刚开始建造,你就又停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如果你是成光的一份子, 要来主日。 不是只是要让教会成长。 而是对你自己来说,要来听神的话语。 要一起来敬拜。 不关乎于这个音乐。 也不是关乎于这个氛围。 而是你明白这个必要性吗? 就是要持续地建造这个圣殿。 要持续地建造你跟神的生命。 所以这个先知, 他们同样有这样子的功用, 就是要来鼓励百姓。 所以在以色拉纪五章一到二节, 就是讲到了这些先知。 让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先知哈盖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 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 于是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 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 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这是很棒的, 就算这个先知也帮忙搬石头。 所以他们怎么鼓励呢? 那我们来看这些书里面是怎么写的。 哈盖书一章三到四节, 请,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盖说,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意思就是说不要自私。 你自己盖自己的房子, 你自己的生命, 但是你却不来盖圣殿。 接着他在第六节说, 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这是真实的。 当我们没有把焦点放在神, 我们可能在生命当中还是会缺乏这样子的一个满足。 接着在第十二节, 这里说, 那时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盖奉耶和华, 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 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所以敬畏神是很重要的。 神的话也是真的可以实行出来的。 让我们来看先知撒加利亚。 在一章三节,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这句话可能就是要对着今天的你来说的。 要转向神, 神就会转向你。 接着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仁师怜悯, 我的地必重建在其中, 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你要再宣告说,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 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 拣选耶路撒冷。 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当我们重建圣殿, 重新修建我们跟神的关系, 这些祝福都会临到我们。 所以百姓得到鼓励, 在这个反对的环境当中呢, 就是又持续地在建造这个圣殿。 神也行了很多的神迹。 就算这些信件就是这样子一直往返在耶路撒冷跟波斯帝国之间。 就是这些信件就是有人抱怨, 但是波斯王就支持, 就是这个信件往返一直这样子。 到了最后他们就完成了修建圣殿。 在以色拉纪六章十四到十五节, 由大长老因先知哈盖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点。 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雅达学习的旨意建造完毕。 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件修成了。 所以就完成了很棒的事。 是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他们就真的归回, 就可以在圣殿里面敬拜。 神就跟他们同在。 这是很美好的事。 所以结果就是, 他们就庆祝这个逾越节。 在第六章十九节这里说, 正月十四日被鲁归回的人守逾越节。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 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 欢欢喜喜的手除笑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 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 兼顾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你们知道吗? 余月节, 代表的就是离开埃及。 就是离开这个捆绑。 就很像从巴比伦回归, 现在领受真正的自由。 这个问题是, 有一些人不想回去, 他们可能说现在我在巴比伦有房子, 或者是说在波斯, 那这个王对我也不错, 所以在这里没关系, 我不需要回去, 这也通常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 可能我们离开教会, 我们也不再读圣经, 我们觉得那没关系, 我有房子, 我有一个事好, 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 我再也不需要神了, 我们就被留在这里, 但是你错过了一点, 你在世界上可以享受这样的事多久呢? 没有办法持续很久。 我现在六十岁了, 可能还可以再享受个三十年, 就是透过神的恩典, 可能四十年, 但是再多呢? 我告诉你们, 我可以比这个享受的更多, 因为我的永恒是跟神在一起的。 这是祂的应许, 当我们相信耶稣,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重建这个祭坛, 祂赐给我们永生, 是永永远远的。 所以我在这里, 是有目的的, 要将荣耀献给神, 就是因为祂对我的生命实行了救恩。 我想要重建这个圣殿, 让我们来祷告。 主啊,感谢祢。 主啊,到我们今天来默想, 我们要来花一些时间, 要来想一想, 重建圣殿是什么意思? 要来恢复我跟祢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主啊,祢今天教导我什么? 让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安静, 就来求问主, 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 今天要赐给我的启示是什么? 你要怎么鼓励我? 哈利路亚。 每当我才要你只剩永远。 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 在你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我请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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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一同站立再唱一次副歌。 我请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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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会要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一生活着 会要敬拜祢 是的主啊 我敬拜祢 是的主啊 今天我听到祢鼓励我 要来开始再一次来建造这个祭坛 我知道我相信耶稣 我知道我的罪得赦免了 我也知道耶稣因为爱我而死在十字架上 主啊 在我的内心有一个渴望要行走在圣洁当中 就算我是软弱的 但是祢在我的里面 祢是刚强的 主啊 我愿意持续地在祢的里面建造我的生命 当我洗手的时候 当我面对我的性格 主啊 来转变我 我想要被祢的话语来喂养 我想要透过圣灵可以清楚地看见 我想要用我的生命来赞美祢 主啊 感谢祢 我想要与祢同在 哈利路亚 如果这是祢的渴望 如果你觉得今天神对你说话 要来重新建造祢的属灵生命 我要祢到前面来 跟我一起 要来宣告 跟主一起 说是的主 我想要重建这样的生命 要来重建这个圣殿 哈利路亚 让我们再唱一次 我让大家有这样的机会 就到前面来 我们一起祷告 哈利路亚 你如果觉得神有触摸你的心 你不要奉急 你就要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我认ах祢 我认可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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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未要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一生活着 未要敬拜祢